在Google推出最新的圖片生成模型NANO BANANA PRO之後 很多設計師都跳腳了起來 畢竟AI要取代設計師的時代 可以說是真的來臨了 今天我們也要來分享10個上一集應用的圖片生成方式 往下來看吧 GO 嗨大家好我是阿湯 大家應該都記得在今年上半年 Charge GT推出四周這個模型的時候 大家對於它的圖片生成能力可以說是嘆為觀止 但是隨著這個AI的眼鏡 大家都知道AI進步的速度有多快 幾乎不能說是以月在更新 可以說是以日在更新的速度 那現在像GEMINI推出了NANO BANANA PRO這個圖片生成模型之後 AI真的要取代設計師們了 畢竟這個圖片生成模型原本在中文生成的部分 還有一些困難以及準確度 但是Google在這個部分 已經幾乎要把它克服掉了 在這一代最新的NANO BANANA PRO模型裡面 這個中文生成的幾乎可以是近乎完美了 而且在圖片生成的部分 不僅是生成的更加精細 圖片的設計上也更加有層次跟有質感 基本上的生成的圖片 幾乎都可以是以假亂證的程度了 所以像之前的圖片生成模型雖然很強大 但是我覺得要到商業運用的還有一小小段的距離 不過這次的NANO BANANA PRO基本上是又跨了一個時代 加上對中文的資源以及圖片更加的精細之後 這次的版本基本上用來商業運用是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可以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 今天我們就大概挑選10個商業的應用方式 來跟大家分享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NANO BANANA PRO的版本 他對於中文的資源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 具有商業價值的用法 就是用來製作海報 先前有很多人已經使用AI在製作海報 只不過對於中文字型的資源 比較沒那麼好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利用AI製作完圖片之後 再自己去加上文字 但是現在不用了 你只要把所有的文字內容 都丟給German來之後 他就可以幫你製作出一張完整的海報 我們現在來試給大家看一下 比如我這邊給他一份這個虛擬的內容 裡面的內容是有關於 2025冬季限定活動 那是有關於周遊的東令營 我請他製作一份具有冬季氛圍的宣傳海報 要可愛 要質感 把它送出 給大家看一下很快 就生成了一張東令營這個海報 然後光是不要看內容 光是這樣一眼看下去 你是不是覺得這個海報設計起來 非常的專業 包括這些中文字的內容 你看都已經是非常的完美了 不過我必須得說 像中文字型 如果會到 很密的情況下 像這種你可能點開來看一下 像這種圖片 如果文字比較密集的情況下 你就記得要下載來放大稍微看一下 你看像這種文字其實沒有那麼的清楚 但像這一張來說 大上都還算看得清楚 所以這個部分 大家自己要放大再檢查一下 確認一下他這文字的清晰度是夠的 接下來第二種具有商業價值的運用方式 就是用來製作耐貼圖 這不論你是想要自己個人製作耐貼圖來販售 或者是你為了自己的公司去製作耐貼圖來提升這個企業形象 都可以 那這個部分 你只要丟照片或是圖片給他 先溝通出一個主角之後呢 接下來你就可以設定一個主題之後 讓他生成三乘三的九宮格 其實這部分的完整比較詳細的教學呢 在我們這周的禮拜一的會員頻道裡面呢 有跟大家做詳細的教學 那這邊我就是簡單的讓大家看一下 他生存出來的這種效果 那比如說我們是講說以職場生活為主題 深層三乘三九宮格 每一格都是正方形的那一貼圖 然後自動搭配該符合主題的文字內容 那你可以告訴他 文字內容是想要指定哪些 或者讓他自己隨機去搭配都可以 那記得呢 文字的配色跟樣式要考量到 淺色還有深色的主題都可以正常顯示 然後盡可能讓背景色可以去統一 不要有間隔線的色彩 因為這後續在做去背或是切片會比較方便 我們來送出看一下成果 很快呢他就生成了一個九宮格的那個內貼圖的部分 是不是看起來都還蠻有質感的 這一般你光是要做上九宮格 可能就要花蠻久的時間了 可是現在透過AI 他可以連文字都幫你直接配好 輸入真的很快 那剩下去背還有切片的部分呢 這個我在 禮拜一的會員頻道的部分裡面有介紹到 怎麼快速去完成這件事情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加入會員去看一下 再來第三個 基於前面我們一直提到的 現在Nano Banana Pro呢 支援中文其實支援的很好 所以呢我們理所當然也可以利用他來設計Logo 那比如說你可以這樣講 設計I'm Atom的Logo 然後要有什麼樣的感覺 是什麼東西 要什麼元素 適合要用在哪裡的 那你可以跟他講說一個背景全擺的 比較方便你後續使用 那你可以讓他去產生這樣的Logo 我們來深層看看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深層的有點一般般 但是給大家看一下我之前深層的 如果是像舊式交付了五個字的 這邊呢有一張呢 是我之前深層的這個效果 是不是看起來非常的不一樣 所以這個指令呢有時候同樣的指令下起來 他可能有時候會秀頭秀頭 生成有點奇怪的內容給你 但是大部分來說 它是指令的理解程度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看像我這張Logo就做得很好 像剛剛這張Logo呢 就做得 有點一般般 對不對 那比如說我們可以嘗試看看 讓他再去修改一次 你看比如說我跟他說文字呢 也要有設計感融合到整個Logo去 是不是看起來就不一樣了 跟剛剛這種 單純只有黑字 終於看起來比較像樣一點了 如果呢我再稍微調整一下 文字跟紙飛機都太自視感了 能不能更抽象有設計感一點 他就會變成這樣子了 是不是看起來 又完全不同了呢 所以呢Logo的部分呢 如果你自己不知道怎麼去製作 或是沒有設計能力的話 可以嘗試看看在AI裡面去發揮你的創意 然後讓他慢慢的去調整到你真的想要的這種樣子 接下來第四種商業運用呢 就是把手繪的草稿圖 把它變成真實的這種產品的3D渲染圖 好這個部分要怎麼去做呢 很簡單你只要把你的 草稿圖呢 把它上傳之後 也要選擇建立圖像 然後輸入 將這份手繪草稿轉為3D渲染圖 這樣就好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送出 給大家看一下 原本呢 手繪的草稿圖呢 是長這樣子 它就是有一些所謂的元素 然後加上這些文字的說明 然後我們把它轉成3D渲染圖之後 就像這樣子 很像是真實的商品的感覺 那這個部分其實你還可以再去調整 比如說像是配色啦 或是把這個商品呢 放在哪一個地方 拍照的感覺 這個呢 你都可以再 你都可以再透過指令去調整 然後去產生新的圖片來 然後我們來試給大家看一下 比如說按照材質呢 說明配色上去 並且生成一張的 放在木子 紋路桌上拍攝的照片 要商業攝影感 你看我截至目前為止 所有給它的指令 都是用比較簡單 而且沒那麼複雜的指令 就可以生成出 我們想要的這種效果了 比起呢 以前我們在使用一些 生成圖片的指令來說呢 現在要生成的指令呢 就不需要這麼的複雜 你知道白話文呢 並且按照你思考的方式 去生成就好了 好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這就是生成出來 我們剛講的 在木子紋路桌上的 這個產品照片是不是看起來非常的有質感 很像是真的產品 然後真的去拍照出來 所以呢像現在你下這種指令 你知道很強的告訴他 就可以生成很好的照片出來了 所以比如說你在打造產品設計的時候 炒稿呢 可以直接幫你轉成這種 3D渲染圖 然後也可以幫你直接做出這種 產品實際 拍照的感覺 接下來第五種的商業運用方式呢 就是用來畫 分鏡圖 大家都知道呢 如果是要拍攝電影 或是拍攝影片 MV那些 通常呢 除了有腳本之外 也會呢 準備一份分鏡圖 可以方便用來跟演員 或是攝影師 溝通你想要什麼樣的畫面 所以呢你現在也可以 直接用AI呢 來畫這種分鏡圖 可以減少很多呢 去畫分鏡圖的時間 那比如說你可以告訴他 你想要分鏡圖的方式 說明完之後你只要告訴AI 你想要畫分鏡圖就可以了 把它送出 好很快呢 就幫我把四格分鏡 畫出來了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呢 那就是按照我的說明每一個的分鏡 只是他呢 是改成用英文說明 那這個很簡單 你要告訴他 我需要中文說明就好了 他就把它改成中文的分鏡說明了 當然我們在拍攝影片的時候 就可以按照這個分鏡表 去進行拍攝就可以囉 接下來第六個商業運用呢 其實也是現在很多漫畫家很怕的事情 就是AI畫漫畫 未來會不會取代他們 當然我覺得有一天是會達成的 不要說有一天 我覺得現在呢 就已經是達成到一定程度了 現在因為像詹文來他對於中文的資源很夠 所以呢 你在腳本裡面所有的台詞 只要告訴他想要畫的感覺 甚至你只要事先呢 有產生出 主角的這種角色 出來之後 全部丟給他之後 是可以完整的幫你 畫出這些漫畫的 當然當然動作或是細節 可能跟你原本的畫風 沒那麼到位 但如果你今天是想要產生出 一本新的漫畫的話呢 從頭開始生產的話 我覺得現在用AI來生成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比如說我這邊呢 告訴他其實是用 香土劇的概念去生成這個劇本 然後我們讓他來生成一個直式的漫畫圖片 然後並且要彩色的 我們來生成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這邊很快的一樣生成完了 來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漫畫 這個是香土劇的劇情 然後你看一下 是不是很厲害 看起來是不是真的很像現在有在販售 這種漫畫的感覺 不僅呢我覺得把這個台詞配的位置都蠻好的之外 角色一致性維持得很好 那該有的劇情演練也都做得很好 甚至呢我想要生成下一頁的劇情內容的時候呢 你即便不給他內容 你可以直接跟他講說呢 繼續生成下一頁的劇情 OK大家看一下 他當然就生成了第二頁下一頁的劇情了 除了呢 媽媽這個角色的衣服 沒有延續到這個顏色之外 那其他的顏色也沒有延續到 但是劇情是有延續的 這個部分呢 其實你可以跟他講說延續角色的風格穿著等等 然後再去生成下一頁劇情的話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接下來第七個商業運用呢 就是之前其實就有很多人有試過了 就是當你拍一張空屋的照片之後 你可以叫AI幫你規劃室內設計 那怎麼做呢 就很簡單 比如說這張呢 我是也是請AI生成的客廳照片 空屋 那你可以呢 告訴他呢 設計成工業風格的客廳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他會按照我們剛剛那張照片 然後直接把他改成工業風格 那這樣呢 你可以就像是呢 要給設計師的這種3D渲染圖 你可以用這種照片 直接跟他溝通 民謠的樣子就可以了 所以呢用這種方式呢 先生成這種渲染圖之後 跟設計師溝通 或是像統報啊 溝通的話 就能減少一些代購上的問題 這部分呢 我就不去多做範例了 因為這個部分呢 之前就已經有很多人有教學過了 基本上要把他拿來做為 設計的渲染圖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再來第8種商業運用方式呢 很簡單 他就是可以用來生成食譜 或是生成菜單 這對於呢 有在經營餐廳 或是有在經營料理教學相關的人來說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 我們一樣呢 比如說生成一份 可愛有質感 所謂風格的三杯雞食譜 含備料料理流程 要中式的三杯雞 我們把它送出 我們來看一下生成的結果 像左邊呢 這邊是備料的部分 右邊呢就是製作步驟 他唯一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 你看這123 然後這個應該是4 這個才是5 或是這個12345 應該是這樣子 那這邊有順序錯了 那這個可能可以叫他再修改一下就好 這個呢 你看現在都完全不用自己做了 你只要簡單告訴他要生成什麼食譜 以及這個步驟就可以了 像我剛剛是完全讓他自己去 生成這個內容 以及這個過程 那你也可以把你自己要準備的料 有哪些直接告訴他 那以及步驟12345678 都告訴他之後 讓他按照你的文字去生成 也是可以的 會比較精準一點 那菜單的部分呢 很簡單 你只要告訴他你菜單的內容 那以及呢 如果你已經有照片的話 也可以直接給他 讓你去修圖 那接下來你就告訴他要什麼風格 或是要結合什麼東西 都比較詳細的告訴他之後 讓他去直接生成這個菜單就可以了 好給大家看一下 他幫我生成一個呢 是放在桌上的日式菜單的感覺 當然你可以跟他講說 我只要單純菜單就好 這個是可以修正的 但是你看像設計這樣的菜單 你就不需要再請設計師去設計 我覺得現在設計師真的蠻可憐的 就是AI已經可以取代非常多工作 特別是G&R這個推出 連中文都可以支援的 Nano Banana Pro之後呢 大部分的人呢 只要有用過了 大家就回不去了 接下來第九種的商業運用呢 其實主要是用在 像是教育使用或是像旅遊使用 比如說像導遊 或者像想要製作歷史圖卡的人來說 就很方便 你可以講說像是深層台北車站的歷史 演進教育圖卡 那你剛才講說要什麼樣的風格 然後加上什麼樣的說明 我們可以來送出來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深層後的結果 你看這是第1代台北車站 第2代台北車站 然後第3代到現在第4代 有沒有 他下面還有一些基本的簡單的說明 當然如果你想要再更詳細一點 這部分一樣都是可以跟AI說的 比如說你也可以製作歷史的教育圖卡 像這是歷史朝代的演進的過程 就會像這樣子出現 那如果你想要再更細一點 就是一樣跟他講 你想要分到多細就可以了 又或是呢 你想要在學校放這種洗手的圖卡 有沒有 五個步驟 一樣可以叫他來產生 那這類型的教育圖卡 基本上呢 目前因為Jermyn來他可以支援中文之後 大致上你想要生成什麼樣的圖 都可以直接幫你配上去 而且呢我覺得Jermyn來 不只是可以幫你配上去而已 他的設計感跟配色 整體來說呢 都是非常好的 接下來最後我們要介紹第10種的商業運用 就是虛擬的商業攝影 那在Jermyn來的功能裡面呢 有一個非常好用的功能就是 你可以丟多種元素的圖片上去之後 讓他去判斷裡面的物品之後 把它合成為一張照片 那這個呢有一點像是商業攝影感覺 你給他一個模特兒 給他一個場景 給他一個物件 給他一個產品之後 他就會幫你合成起來 或者是你也可以告訴他指令 你想要怎麼去兜這些照片 這都是可以的 那我們先來試試看呢 什麼都不跟他講 只跟他講說合成成一張照片就好 在什麼都沒有講的情況下呢 他就幫我這樣做合成了 就是第一張的場景 搭配戴的這個耳機 然後有模特兒坐在這裡 然後以及我們做一張場景的 這個腳踏車都幫我放進來了 但是呢放大來看 你是不是覺得呢 毫無違和感 真的有這張照片的感覺 對不對 我覺得這部分呢 Jermyn來他在整合這種 照片的能力上 真的還蠻強大的 接下來我們可以來試一下 如果我們指定 照片的合成方式 會是什麼樣的效果 像我這次就跟他講說 讓模特兒戴著第2張的耳機 然後騎著第4張的腳踏車 出現在第1張的場景 好我們可以看一下 模特兒耳機 跟腳踏車 都OK了 但是呢場景的部分呢 就有被換掉了一下 但這個我覺得沒有問題 你可以再叫他改一下 合成到這一張就好了 但是你會發現 幾乎是無違和感的 幫你合成出這張照片 你應該不會覺得 這個是AI生成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AI生成的 圖片呢基本上 如果在圖片上面沒有一些 可以判斷的元素的話呢 幾乎就是可以以假亂真了 那這個是我今天分享的 第10種的商業運用的方式 就是商業攝影的部分 看完上面的介紹之後 你是不是也驚呆了 現在的AI圖片生成模型 居然這麼的厲害 而且呢 Google這次推出的 Nano Banana Pro 這個模型呢 它不只是強大而已 基本上已經把目前市面上 所有的AI圖片生成模型 放在地上磨擦了 這個完全是碾壓了所有的AI 接下來我們就再等等看其他AI模型 到底會在端出什麼樣的菜呢 今天影片我們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AI相關教學的話 別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是阿湯 再見 掰掰